大家好,我是从业五年底薪五千五行缺关注的357年五环军 一个用大白话讲硬和商业的量仔 最近五环军一位许久没有联系过的大学同学突然给我发来了消息 看着手机团窗,脑中浮现出了一万种可能 战战兢兢打开聊天界面,发现了一串神奇的代码 直觉告诉我,这就是羊毛党之间交流的方式 又是一年双十一,电商巨头们为了吸引眼球,用尽了各种花招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电商平台们推出的小游戏 今年淘宝是云养猫,拼诺多是赛车,京东是全民营业 苏宁也上线了世事联盟,笑笑乐等小游戏 购物之前先玩游戏,小游戏成了电商购物节的开胃菜 虽然嘴上吐槽,但是身体却很诚实 去年双十一,有超过四亿人参与盖楼 而最后的彩蛋是要为贫困地区的乡村学校盖图书馆 今年双十一,竟然要云养猫 最后的彩蛋会不会就是要送真猫 今天这期视频,五环军就跟大家聊聊 为什么电商巨头们如此偏爱小游戏 电商小游戏的未来又要走向何方 其实现在的电商平台流行的小游戏 早在十年前就已经火过一轮了 2008年,一款名叫开心农场的小游戏风靡全国 这款偷菜游戏操作简单,开发成本不到10万元 却在推出一年后盈利近300万 最高活跃用户数超过1600万 那无数个偷菜的夜晚都是五环军逝去的青春 进入到移动互联网时代 即使有抖音快手这样的杀时间机器存在 像开心消消乐,连连看这样的小游戏 也依然强占了无数人的零碎时间 电商平台们看在眼里,隐约觉得这是个机会 淘宝天猫相继退出了八八农场 旅行青蛙,淘宝人生,点猫猫等一系列小游戏 根据阿里官方披露的数据 每个月有2.6亿人会深度参与这些互动游戏 这是什么概念 人家王者荣耀的活跃用户也才1.6亿 拼多多靠着简单粗暴的砍一刀 和免费送水果的多多果园 让自己成了老年人眼里有购物功能的社交游戏 京东上向了东东农场 让用户体验种地养宠物的优先生活 美团也将足备打地鼠 免费领水果搬上了首页 曾经宏极一时的小游戏 如今集体复活 电商平台们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首先我们要知道 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进入到下半场 电商平台们对于流量的争抢愈演愈烈 无论是烧钱补贴还是满简粗销 本质上都是在吸引用户的注意力 而小游戏就是一个很好的吸引注意力的方式 因为这些小游戏的玩法简单 研发成本不高 却给自己提供了一个新的营销场景 在流量红利见顶的今天 显然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毕竟游戏使人上瘾 这是一个已经被反复印证过的事实 利用游戏为电商平台拉心促活 也就成了水到去成的事情 去年双十一 预售开启的一周内 天猫盖楼大挑战就积累了超过三亿用户 短短二十年的时间里 吸引了四亿用户参与其中 今年双十一预热器开启后 云养猫的用户比去年多了近一亿 也就是说 小游戏能够带动四到五亿人来到平台上 而同样把小游戏这个套路 玩得炉火纯金的就要数拼诺多了 但是由此换来的 是多多果园高达一亿用户 最少长达一个半月的浏览分享和购物 毕竟你在玩游戏的过程中 也会不知不觉成了平台的打工人 就拿今年的云养猫举例 要想获得喵臂 你就得完成各种任务 有些任务会让你把链接分享给好友 帮助平台完成社交裂变 获取新用户 还有些任务里 包含了多种不同业务方的跳转 比如从主会场 去蚂蚁森林 去支付宝 去淘宝特加班等 各个应用之间相互导流 一下子就盘活了整个大家族 一场购物节下来 一家人其乐融融 携手登上应用下载排行榜前十 不也是美滋滋 对于商家来说 小游戏提供了更多品牌曝光 和用户购买的入口 其他任务每天只能做一次 但是进店铺游览这一项 可以重复20次 这下就不止平台一个人嗨了 每天过一的流量分配给商家 商家再依靠直播 短视频 旗舰店等多种形态去承载 最后引导用户 进入自己店铺的思维流量里 完成沉淀 平台拉着商家一起吃肉 真正实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局面 那凭什么 用户就甘心做平台的打工人呢 说白了还不就是有羊毛可嚎 现金红包他不香吗 毕竟五环军这样的贫穷男孩 虽然没钱网购 但是玩个游戏总是不花钱的 而且只要多玩几个 就能让自己没有时间花钱 但是用户是挑剔的 同样的套路大家都在玩 目前主流的电商平台上的小游戏 都以经营类养成类 放置类游戏为主 玩法简单 开发和运营的成本不高 也正因为门槛不高 也导致了游戏内容的同质化 就比如种树 盖楼这样的小游戏 都已经成为了行业内通用的解决方案 而让游戏 回归游戏内容本身 似乎也成了一种新的趋势 对于平台来说 要让用户更爽地玩游戏 因为这是一切营销成立的前提 这当中就需要投入更多的开发和运营资源 天猫双十一新小猫的负责人 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今年为了让三只小猫更加理人化 投入更多的设计和开发资源 比如这三只小猫都有自己的人设 它们有各自的家庭背景 我绕着故事线 从普通人到最后成团出道 考拉海购相关产品负责人表示 电商游戏每年都有 产品设计者更多在考虑的 是如何做出具有差异化和精细感的游戏 咱们不难看出 电商巨头对于小游戏的投入越来越多 毕竟对于挑剔的用户来说 你的游戏好玩我才会去玩 而这就需要电商公司 真正站在用户的角度 去制作真正体验好的游戏 这样一来 把游戏的快感和购物的快感结合在一起 才能真正赢得用户的喜爱 从而提高用户在电商平台逛和玩的时间 让购物更有趣 让商家有更多的曝光 从而促成更多的转化 这才是电商营销游戏化的核心诉求 毕竟身为羊毛党的五环军 虽然时间多也愿意耗羊毛 但如果能在这个过程中 真正获得玩游戏的快乐 才是真正难得的事情 今天这期视频 五环军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感谢你的支持 咱们下期见